哈喽各位亲爱的鸡佬我们大家好感谢收看桑拿顺带来的刀台直播比赛解说 那么大家赶紧把各自的这个都洗干净啊咱们大家好好看比赛 那么这场比赛呢是ACE定级赛 那么这个比赛的这场比赛的开始时间呢是在2016年11月7号也就是周一的下午4点啊 就是4点的这场比赛 感谢又是夏宇天送送的赞 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CDC对战WINS的BP啊来看一下BP 然后这场比赛开始的BP方面呢基本上跟昨天这个WINS和CDC 这个BP差不太多啊前几手这个英雄差不太多 WINS是拿了赏金然后二手拿了一个伐木机这样的话是跳刀的一个伐木机 CDC一手抢了一个拉比克第二手拿出了一个大鱼 三四手的搬人方面呢CDC选择搬掉的是一个小狗 自己选择搬掉了狗那这样的话就放弃了这个大鱼带狗的一个套路 而WINS则是搬掉了熊战和小强 小强这个英雄算是一个比较克制FMC的存在啊 感谢刀塔尔大叔赠送的赞 来好好的来继续看比赛CDC这里还是在继续搬carry 搬掉了一个小鱼 前两手的搬人跟昨天的比赛搬人完全是一样的套路 现在大部分的队伍尤其是在国内的队伍 打WINS其实对我的时候前两手的搬人都会选择去搬掉这个小黑和蝙蝠这两个英雄 也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情况因为WINS的小黑体系第一个是比较强 第二个呢就是FMC的蝙蝠打起来有点不要命的感觉 就这种不要命的就这种蝙蝠是最可怕的 所以他们现在一般来说是毁炫的搬掉蝙蝠和这个黑弓这个点 感谢小山炮增送的约 WINS的第三手又是拿出了 这个Lion这个英雄最近WINS好像还真的是很喜欢用啊 来看一下CDC的第三手 那么目前来看打WINS的这个阵容体系 目前WINS的这三手英雄并没有什么特别好去克制的 如果从剑游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可以考虑去拿一个光法 光法对于FMC的克制还是不错 这场比赛拿黑鸟了 这场比赛终于是想起来把黑鸟拿出来了 终于是拿出了黑鸟 这样的话没有拉比克 没有拉比克的话黑鸟这个英雄直接拿出来 是不是可以考虑去一号位的位置上选择是拿了一个露娜 然后还有一个现在是中单的FM机 两个剑游已经就位 那么CDC现在在最后一手搬人方面 应该是要考虑搬掉三手的英雄 应该是要搬掉一个第三手的英雄 三号位的一个英雄 CDC在第四手拿出了一个双头龙 拿出了一个双头龙 这场比赛有一种可能性是 Winth最后一手不拿三 最后一手拿一个毒狗出来 这个也不是不可能 并不是完全不可能 他在最后一手拿出一个毒狗 然后呢让露娜打一 FM机打二 然后让Lion或者是赏金去打三 赏金可以打三 赏金打三号位其实蛮厉害的 早一点让赏金在劣势路把等级混起来 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更早的去把自己利用标记 挣钱的这件事情贯彻一下 然后等到Lion的等级稍微起来一点 赏金和Lion的开悟 高等级的赏金和Lion的开悟的爆发是非常的高的 Lion的穿刺加上大招的伤害 再加上赏金一个高等级的标 很多时候可以直接把对方的找到的人直接秒掉 最后一手Vince选择是搬掉了一个飞机 而CDC则是搬了一手沙王 沙王那个英雄昨天的比赛当中发挥的也是非常不错 最近这个沙王那个英雄很多队伍打的都不错 回答一下直播间这边的观众问题 为什么Vince会选择搬掉小强 因为小强这个英雄比较克制伐木机 小强这个英雄克制所有靠法系 所有靠魔法输出的这种英雄 因为所有靠魔法输出的英雄都是必须要去 最后一手CDC拿了一个剑胜 这个应该说还是一个比较常规的一个男人 这样吧CDC的这条阵容整体来说的话 是比较均衡的一套体系 就是说我在配合让大鱼的点灯的情况下 我的肩胜输出比较高 而同一层时我具备一个双头龙 还有黑鸟两个法盒输出 拉比克可以进行一个比较不错的干扰的一个效果 看一下Vince的最后一手 Vince应该还是要拿一个三号位 求稳的话就拿一个三号位 如果求套路的话可以考虑去拿一个毒狗 最后一手拿一个毒狗 让赏金或者Landa三并不是不行 或者Landa中单都可以 Landa一个中单 法盟机去打三 Luna打一号位 这个也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最后一手拿了一个帕克的一个三号位吧 这应该是 有可能跳刀的帕克吗 不对 应该还是费斯边的帕克不出意外的话 二兵的莱恩 外队的赏金 果然是费斯边的一个帕克 三号位的帕克 然后中单的法盟机 一号位的Luna 这套阵容体系拿出来的话 感觉有点 这套阵容体系 Luna拿出来并不是一个常规的Luna推进体系 这是一个Luna的打架体系 Luna的打架体系的话 他主要配的是有赏金 有兰 有帕克 这几个人都是前期打架比较凶的 那么他们这场比赛的一个核心思路 就是Vince这个阵容的核心思路 应该是要依靠 这个阵容在中期打架 中前期 乃至中后期 打架上面的一个优势 野外打团的优势 那么尽可能的利用赏金的标记 把自己整个队伍的一个装备提起来 然后利用Luna的这个光环 去进行一定的推进 核心思路就是干 简单来说 就是跟咱们弹幕观众这边说的一样 观众弹幕说一样 就是干 CDC的这个阵容 整体来说呢 相对来说比较均衡 前中后期三个阶段 都会有一些可以去承担起来 相应节奏点的这个人 那就看是 这场比赛整体的一个节奏 应该是看CDC的 三个阶段的过渡 先接怎么样 还是说会被Vince 直接从头干到尾 直接干崩了 JL HFJL HF 二标打给你妹 月哥 别慌 慌你妈 二兵这两天也是要疯 选月哥 选月哥 月哥告诉我别慌 二兵慌你妈 这里刚一下来外队这里是被队王给找到了 被队王找到怼了一波 莫名其妙就被怼了呀外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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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我估计还看聊天看聊天看的忘了自己隐身时间了 看聊天看过分了这个有点 我也是在看聊天 我希望我导会去看点没错过什么精彩镜彩镜头吧这个地方 没错过我怕错过什么精彩镜头 看是怎么死的这个人 赏金这个位置 莫名其妙的 吃了个眼 跑过来排眼来了 跑过来排眼来了 被怼了 他们这个前进我光看他们 光翻译他们这拼音了 感谢刀塔尔大叔总统的赞 我们大家看比赛接着 古刀方面目前初始一开始呢 Face边这里上来是四个正步了已经 这个正步数好高啊 黑鸟只有一个正步 这不是数据出错了吧 为什么正步这么高 露娜也是来到了四个正步 上路选择的是拿了一个露娜的钢三体系 露娜前期钢三是一个很强的一个英雄 她前期第一个是可以给队友加光环 第二个是她的这个CA本身是一个射程很远 而且抬头是有一点 但是没有单道的这么一个技能 还是比较厉害 二兵最近也是萌的不行 可能天天打比赛 天天对着干比赛 打的也是很熟这帮人 看一下正落这里感觉是有一些想法 因为现在赏金一直在中路这在等 这里T已经用过了 过来以后给刀有没有 给有没有一刀 有没有一刀一个鸡还差一下 费斯边能不能打出一下打不出来吧 这样的话人也没杀 人也没杀鸡也没杀有点亏 赏金刚才这波她来的其实有点不太果断 她应该就直接果断一点 直接往下走 她早一点走下来的话 这个黑鸟应该会死 黑鸟就算不死的话鸡也肯定能杀掉 这波感觉还是稍微亏了一些 不过还好问题不大 正落费斯边的这个帕克选择的是 你还别说现在Winz这个路子还真的是越来越野了 费斯边的一个帕克 然后选择是让伐木机 跳到的伐木机打了一个优丹 这块一个隐身的双头龙 这里F用过了 F用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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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冰上 出来以后还是要被冻住 再给一下 哎他刚才直接 直接给技能配合这个 配合黑鸟这不就杀了吗 这不就杀了吗 这什么鬼啊 莫名其妙 真的是莫名其妙 这儿有一个真眼 这儿有一个真眼 这块的一个真眼是看到了赏金的位置 赏金刚才正好是走到自己的这个真眼附近 才被喷了这么一口 所以估计他现在还真不太好 猜对面这个真眼的位置 另外就是现在自己身上并没有真眼 外队这里又是隐身 跑出来浪一圈 对方这儿又插了一个真眼 又插了一个真眼 张娃上路的这个钢三 越骑去钢三的话 有可能现在随时有可能被杀 哎这真的有可能被杀的 不是开玩笑的 兄弟 这举一个来举起来 这举起来以后 冰龙接一个冰墙 然后给一个弱化能流 剑胜开转 这是必死的 这哥俩一个比一个脆 掌金是在后面在等着蹲这个鸡 已经看到了一个鸟的位置了 看一下 但是对方是开启了加速 那就不要打了 上路这里给上一个穿色 剑胜 哎被扬住了 但是还有一个转 双龙赶过来以后 就是想要喷鸣掩护一下 下路伐木机跟大鱼的这个队 应该说两个人都没有太多的一个击杀的机会 这个要是出现单杀的话 这个就是水平问题了 我们就应该不用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下路 得剃一手 Shade的黑鸟现在在中路的补刀方面是落后了一些 给上一刀 剃已经用过了 没有就自保技能了 这波外队的赏金 游走是成功了 而且用自己的幻象是扛了一波塔 这样自己的受到的伤害并不是很高 不用选择去送野 还可以继续逛街 让人头数来到1比1 经验方面这场比赛肯定是要落后一些 赏金毕竟一直在逛街这个点 一直在逛街的话 没有什么经验的收入 他赏金现在的一个基本节奏 就如果大家打路人的话 基本节奏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在10分钟之前 10分钟之前混到5级就可以了 10分钟混到5级 然后10分钟的时候直接买一本书 吃完了以后 基本上最多最多最多再混上一小波野 或者是说混一跟对手蹭一波兵线的经验 就到6了 所以现在防赏金的6级 一般是在10分钟防就可以了 赏金是最标准的一个10分钟节奏点 他一般来说 现在的逛街赏金 10分钟之前混到6的话 除非你真的是特别的顺 给上一个C 给上一个C 并没有选择变阳 并没有选择变阳 这个LAND加点方式是两级的戳 一级的变阳 没有选择吸蓝 其实他升一点吸蓝 打这个剑胜 这个剑胜挺难受的 就是直接走上去吸 不要不要不要去用其他的技能 直接走上去吸就可以 这样会迫使这个剑胜 不敢不敢去补刀 而且你这个剑胜 如果说想要去利用转去解的话 那就更黑 那就更浪费 所以就是走 直接走上去就吸 不要用任何的技能去搭配 这里抢服 漂亮 赏金把这个恢复给吃了 上路的抢服 这里帕克是一个EV2 还差一下 不敢打了 对方的这个杰西洛也是把自己的血量补上来了一些 给上一个冰墙接空 Face边这里有一首F 传过来 一下两下 还有一个F三下点死 F已经用过了 身上为什么有一个灵可吃出 这是什么鬼 哎呀要漏了要漏了要漏了 要漏了 踢一下 哎呀还是死了 还是死了 能不能F住 这个应该是F不了了 应该是F不了了 呃呦这样的话 前期这个对线目前人头数是一个2比2 但是中路的这个帕克死了有点亏 哎杀到这波死了 杀到这波肯定是死了 啊 这他妈吃出也能跑出来 哎这个 来啊反身给技能漂亮 一个穿刺加羊 直接把对方拉比克秒掉 剑上这也是转死了 来啊但是这个剑上自己感觉是要死的 5级勾过来直接杀 大鱼是已经到达了 6级给上一个飞盘 一个点灯一条踩 但没有踩到跳刀的FAMG 这里身后有一个棒子 一直在跟着这个大鱼 控制一个棒子给加血 哎呦刚才露娜这个吃素 真的是nice啊 这两个人都被给上了一个点灯 看看双头龙要不要用冰墙 没有选择用冰墙 举一手扔回来 但是没有后续的一个技能了 哎知道了对方在中路是有真眼的 看下跳到这个位置 哦呦这一刀踩一个伤害 赶紧勾走赶紧勾走 勾得不够远 好尴尬 其实这种时候他直着勾不太好 他这种时候最好是往旁边勾 就斜着往这边勾 或者是斜着往这边勾 这样的效果应该会好 看一下上次这波抢服 外队也跑过来开隐身 对方这个位置没有真眼 发克这给上一个法球 还是打中了shade的黑鸟 不过黑鸟身上是有一个灵魂之类 这个灵魂之类的这个模型也出bug了 看不见双方的装备了 我这边有现在开始 我看一下倒一下能不能把这个bug去掉 好像还是不行 看一下黑鸟身上的装备 果然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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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黑鸟回不见是4 果然是乱了 这个回看确实是就这点挺讨厌的 我想想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不出意外了应该是 暂时应该不会出人头呢 我们这里重新进一下比赛 要不然的话这个太影响后续的一个观看了 这只能重新进 我们切回到游戏当中啊 这里一进来就是漏了点人头 这个也没办法 为了咱们后续的这个观看 杀了这个奸胜 应该是钢了一波被怼死 帕克切入的时机刚刚好 这队的黑鸟现在技能也是全空 想拼掉这个 路纳并没有成功 那这样的话 Win4这波团战是打转了 非常非常转的一波团战 一波团4 两个酱油换掉了对方的 1234号位 这波团战虽然我们没有看到全景 但是这波团战我们从双方的这个技能失望来看的话 就是先开始漏掉的那两个人头 应该是路纳开大的几个效果 看下跳到这里给上一个点灯 过来一脚踩 过来一脚踩 踩呢 踩呢 撒上了一个粉 这里赏金接着跑 这个后排被伐木机转头 秒掉了一个拉比克 大鱼刚才为什么不踩这个伐木机 看到了一个赏金一清别练了 我们来看一下经济情况吧 目前经济前三名全部都是Win4的三个大哥 酱油方面的经济 目前来看的话 赏金的经济保持的非常的不错 然后外队这里是十分钟 外队这里十分钟的赏金 因为前期任务的时候混的还算是不少 所以这里也没有选择 没有用吃 经验书直接到达了六级 经验书是给了脸 看下这波从后排去找 先过来以后给上沉默 shade的这个黑鸟 平常天天去救别人的一个黑鸟 这波实在是没有办法自救了呀 这样啊 从前期的对线来讲的话 Win4是占据了一定的这个优势 还是利用自己比较奇特的这个节奏 节奏感 就是在你没有想打团战的时候 我去跟你开团 三号位的帕克这套比赛 费斯边的帕克这套比赛跑的中单 跑的中单 带着中单的 去一个中单的位置上 以后呢选择是在 自己有了一定的等级以后 经常都去支援战场 因为主要的这个支援战场的任务 主要杀钱的任务并不是他要干 而是他的队友要做 外队这个地方是应该在等着砍对方的眼 哎 这个 下路一个没注意 也又是露掉了一个人头 看一下外队这里 也被举起来扔一下 不过已经开起了隐身 对方身上并没有插针 并没有带针眼 剑胜这里在下路 赛了个大招 我还在看中路 我在琢磨对方 是不是要对这个赏金弄手 结果下路死了一个 剑胜这波应该是被变阳插起来以后 直接赛了一个大招 然后越奇给了一个C都带走了 现在剑胜这个血量是相对比较低的 全身上下只有一个魔杖 可以去给他提供一点血量上限 其他的没有任何提供 血量上限的装备 那么现在团队的经济 已经是被Wincy领先了5000 今天也是5000加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节奏 CDC不好打了呀 Wincy的这个阵容本身 它就是一个 突出一个打架能力强的阵容 五个人都是打架很强 这个死了这个双头朋友 穿坐起来以后 一个普攻一个C直接来走 羊都不需要用 看一下这波开悟 CDC现在只能靠开悟去找节奏了 帕克已经做出了一把跳刀 感谢王阿拱赠送的约 但是这儿有一个眼 这个二兵的这个眼插的 这波勿拉意料跳踩 大鱼的跳刀第一波 找到跟天上 过来以后找到了二兵 二兵这波被对方击杀的话 还可以 大鱼的跳刀第一波 虽然说只杀掉了一个来岸 但是好在是杀了一波人 因为从他过来的这个路线来看的话 对方这个位置并没有什么人 这帕克过来 跳刀 一个大招加沉默 两个人全中 天鸟这个位置 踢一手 选择踢了一个帕克 大鱼在旁边一脚跳踩 还是全部输出 怼在Face边的帕克身上 这里再不停地给标记 外队这里被撒了一个粉 大鱼还有想法吗 这个不可能上了 但是与此同时 上路的露娜已经是推掉了一座防御塔 一张TB回来以后 这里是Layan一张TB来到了中路线 看一下这里一个羊羊住了黑鸟 一个穿双插 NICE 法姆基一波爆发 直接带走这两个人 这波打得真的是亮啊 感谢Cordorate 58送送的赞 这个团战CDC感觉接不住啊 这真的是 这Win4这个阵容全民皆兵 这输出太可怕了 而且关键是还有一个赏金啊 你这么打就把这个赏金要上天了 赏金真的要上天了 这个节奏 大家下落 对Shadow的一波动手 Shadow这里手里是有一个大招的 开启大招 一个TP落下来 FSPN这里沉默在哪 沉默给上NICE 一波击杀 两张TP落下来以后是成功的支持到 支援到了露娜 没有被对方击杀 而且是完成了一波双杀 尽管这波没有标记 但是对于信心上来说 CDC是非常非常的伤啊 这波 剑胜刚才没有放大 是因为周围正好有一波兵 露娜也是看中了 没有这波兵 就是死死的站在兵队里跟你堆 这样的话 这剑胜刚才剑胜这个位置 也是选择开转去顶掉露娜的伤害 但是她开了转以后呢 所有的月光就全都砸在了 这个大鱼身上 露娜毕竟还是肥 她前期的等级和装备 实在是太好了 对方的这波爆发没有弄死 那么这样的话 CDC应该是 现在CDC再想找机会去刷钱 把自己的核心装打出来 再去打架的话 已经是很难了 现在对方的这个阵容 露娜这个英雄 他就是有优势就可以推塔 劣势可以打架 野区可以跟你打遭遇战 这就是露娜这个英雄的一个优势 就为什么现在露娜这个英雄 重新开始进入到大家的视野 就是这个原因 当她一旦在线上打出优势以后 她是可以带队去推塔的 而且她的这个推塔 会让对方的酱油很难受 黑鸟这里夹腿战鼓 夹腿战鼓下点装备 这是要出啥 法师长袍 法师长袍的话 应该是要出纷承面纱 得给他一条踩 外队这里选择是藏树磷 对方撒了一个粉 但是没有看到这个赏金 其实大鱼自己应该去考虑 带一个粉之类的道具 因为他现在如果带一个粉的话 是可以很轻松的去单杀掉 对方逛街的这个赏金的 就真正意义上的单杀 完全不需要队友帮忙 很轻松的可以干死 这一个冰墙并没有动住人 小刀也把这边的树全都给开掉 这样的话视野也非常的好 这里偷到了一个月光 路纳13级 反身开一波误 看一下下路是跳刀 出去带线 跳刀一张TP到下路去露线 天会就算扫了一下自己家的野区 但是并没有人 这应该是要选择往对方家这走了 看一下赏金这个位置会不会暴露掉 看到人了 看到人了 帕克过来给沉默 一套技能大招留住 直接秒 大鱼要挑胎才中两个人 看一下来 一个双叉 加上一个羊 一个大 直接秒掉对方大鱼 月旗开大以后 这个位置 黑鸟出来 也是直接被怼死 双动龙放了一套技能以后 自己完全没有打死任何人的一个能力 你想到最后也是要直接被收掉了 等于这波只有双动龙 在依靠自己的这些持续伤害 是杀掉了一个 第一时间被集火的赏金以外 整个团战并没有能够形成任何有效的击杀 帕克完成了一波三杀 又是一波一换五 又是一波一换五 露娜这里自己身上也是有支配 那么稍微A一会兵 可以把自己的血吸回来 攻击力已经很高了 已经二倍多攻了 这个露娜 等级太可怕了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露娜这个等级真的太可怕了 18分钟1万精力 18分钟1万1精力 还不是1万精力 1万1精力 跳楼赶紧走 看下大鱼 大鱼这里过来以后是想留人 但是没有这个勇气了 现在已经有点 得过来贴大药 飞上一个C 一个大招定住三个人啊 但是这个沉默是一个人都没中 往后撤一下 桑总给一个冰墙 这个冰墙的位置不错 但是黑鸟还是直接被点死 杀到这里给上两个普攻 三个普攻 点死对方的拉比克 而且是带着标记 这里挑刀又是怼死了 一个大鱼也是带着标记 那这样又起飞了 赏金这场比赛又起飞了 看下赏金这一波打完了以后 是挣了400多块钱 他一个人没杀挣400多块钱 露娜撸了半天才挣560 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打完了以后 应该是 应该马上就要结束了 因为这边现在 CDC完全挡不住对方 而WINS的这个阵容体系呢 在伐木机可以扛塔 底方优势 露娜可以A塔的一个前提下呢 清兵和A塔的速度都很快 拆建筑物的速度也是飞起 这样的话6月也直接打出了GG 那么这样的话 恭喜WINS 恭喜WINS在双方的第一场比赛当中 是轻松加愉快的直接拿下了CDC 这套阵容体系拿的确实凶 WINS真的是拿的很凶的一套体系 而且他们这场比赛的分路也很有意思 3号位的Face边拿着帕克去打了一个中单 2号位的法姆基跑到优势路打了一个优单 而自己的大哥则是跑到上路跟对方进行了一波钢三 这种分路和战术 是很少在WINS的体系当中能够看到的 WINS最常规的分路就是212 你可以看一下这套比赛的输出 露娜打了1万 跳刀打了9000 帕克打了9000 Lion和外队两个人各打了3000的输出 他这个输出打得非常的足 这些人全部都 因为游戏时间还比较短 所以这个Lion并没有很多机会去放出自己足够多的技能 但是CDC这一方的输出就明显感觉就是差的很多 剑圣和黑鸟都只打了5000的输出 被对方帕克限制的太死 这个控制加上沉默比较多的情况下 黑鸟确实想发挥出来也是比较难 WINS这场比赛节奏打的也是比较紧 好吧这场比赛的录制和解说就先给大家做到这里 那么我们直播继续 那么录制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三好大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比赛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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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